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 为书解国道一号新竹路段交通拥塞情形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定27日起 针对新竹第二次入口到竹北的北向路段 增加平日上午及延长假日外侧路间现网出口小车通行驶段 请小型车驾驶人一开放路间标志行驶路间 高工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吉山表示 国道一号北向新竹交流道公道五入口 93K175至竹北交流道 主线91K107扎到0K360 原本仅下午5点到晚上8点 以及假日下午2点到晚上8点 开放外侧路间行驶 经观察发现 上午的车流量已达开放路间标准 假日晚上8点过后仍有拥塞情形 因此公告新增平日上午7点到10点 并调整假日自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开放外侧路间现网出口小车通行 王吉山提醒 上述路段开放路间 进现网出口小车通行 请小型车驾驶员物利用该路段的外侧路间超车 即行驶开放路间 却又在路间通行中点标志前便换至外侧车道 一旦被拘发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 可采取4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款 高工局表示 国道一号新竹路段 现有三处开放路间 都是仅限网出口小车行驶 除上述路段 还有竹北南向 87K290到90K540 与竹北 新竹A 公道5及光复路 南向 91K590到93K320 开放时段都是平日上午7点到10点 及假日上午7点到下午1点 看到它的 onu现番 中心地 添加